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办了面对面的实体会议 而这一次聚焦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也会探讨还在进行中的恶物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 而气候变迁这五天的议程也会占据重要的部分 那么联合国最新的报告举出海平面上升 海洋暖化还有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及海洋酸化 这四项的气候变迁关键指标都已经破历史记录了 期望参与经济论坛的领袖们可以提出解决之道 关闭一年多的达沃斯会展中心挂上世界经济论坛看板 迎接疫情后第一场面对面实体会议 瑞士政府派遣五千名军人协助当地警察维持秩序 因为疫情重创的旅馆和餐厅业 准备迎接停摆已久的会展商机 受到疫情影响以往一月举行的盛会延到五院 预估今年将吸引全球超过两千名领袖专家共享盛举 规模比过去略为缩减 由于沃尔战争 本届没有邀请俄罗斯政府官员或企业巨头参加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以视讯出席特别座谈 今年论坛主题包括促进全球和区域合作 后疫情时代的复苏 沃尔战争下的全球经济前景 以及冷战2.0 几乎每一天议程都有与气候变迁相关的讨论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同时 气候变迁的危机没有停下脚步 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发布的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就警告目前全球减碳进度不如预期 造成全球暖化持续加剧 依照目前的暖化速度 本世纪结束前全球将升温设施2.4度 远超过巴黎气候协定中各国达成共识的 设施1.5度目标 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更强而有力的行动 最终将导致气候变前失控 加上经济政治情势影响 2050年恐怕产生超过2亿气候难民 进而对全球经济 人道主义危机和地缘政治等带来莫大冲击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出炉的报告 与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相无影 四项气候变迁关键指标打破历史记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沉痛表示 群组能源系统正在崩解 使得人类离气候灾难越来越近 呼吁全球终结化石燃料污染 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 在世界经济论坛停办的两年来 世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极端气候 疫情和恶物战争 再再冲击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估算 因气候变迁的永续转型 可以创造3.6兆美元的庞大商机 在全球领袖精英齐聚的盛会 期盼发挥力量 推动改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加拿大也出现了龙卷风风暴 大量的路数电线杆被吹倒 在路上行动的民众都要快站不稳了 而这场风暴导致部分地区停电之外 还有两个人被路数压死 美国东部则是提早迎接热浪 纽约还有波士顿体感的温度飙到37度 一名参加纽约半马的跑者 在冲过终点线之后倒地 送医之后不幸不治 像刮台风一样 半水的强风 豪雨雷电交加 风大到路上行人都快站不稳了 加拿大沃泰华出现 接近龙卷风威力的风暴 席卷了东部安大略跟魁北克省路 树受不了强风倒成一片 街头上满是被吹倒的路数还拉起了封锁线 加拿大当局表示 这起风暴至少造成两人被倒塌路数压死 电线杆也被强风吹倒 导致部分地区停电 加拿大狂风暴雨 另一边美东则是饱受热浪之苦 纽约海边涌入大批人潮 穿了比基尼泳裤 甚至还有人直接上空 因为真的太热了 在美东提早出现热浪 在纽约布斯顿的气温更是直逼近路 体感出现37度高温 在纽约布鲁克林举办的半程马拉松 跑者们也斗北掉了 其中32岁的跑者在冲过终点线后倒下 松衣后不治 但目前死因还未厘清 只是当天21号的气温湿热 除了一名男子死亡之外 还有15名的参赛者送医 其中4人情况严重 住院治疗中 7月新闻综合报道 我期间的话题 俄罗斯高调的秀出新战国 宣称摧毁了乌克兰东部 总共3个指挥所 以及4座军火库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司机警告 乌东基站一天可能会超过百人送命 而波兰总统现身在基辅力挺乌克兰 成为首度在乌克兰国会演说的外国领袖 而乌尔的和谈 现在是陷入了僵局 莫斯科指控是基辅方面冻结谈判 平原上多个箭竹接连爆炸 俄罗斯猛力轰炸 乌东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队 多个据点被摧毁 顿内茨克的索莱达尔市 民宅被轰成两半 乌克兰官员怒控俄军锁定平民空袭 饭吃到一半传来巨响 所有人赶紧找掩护 葡萄牙记者停进北盾内刺客 执击俄军全天候滥炸 民众要记者赶快离开 免得被榴弹误杀 记者更直击 俄军投下的弹药如烟火闪烁 却冒出不寻常的白色灵光 俄军冷血行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难掩忧心 与此同时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会 遍布黄澜相间的国旗 议员骄傲表示 自由世界绝对有乌克兰的脸孔 越邻国波兰总统杜达惊喜现身 成为开战后 所谓演说的外国领袖 韩话要俄罗斯为战争赔款 帮助重建 杜达力挺乌克兰 国家的命运只有乌克兰自己人 能决定 这番话说给莫斯科听 俄罗斯追行表示 愿意谈判还奉话 球在乌克兰手上 基辅责反击 从没冻结谈判 只是乌克兰不接受任何 割让领土的协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亚洲行第二站抵达日本了 而稍早也到了东京的皇军 会晤日本得人天皇 天皇还亲自到门口迎接 而随后拜登跟首相岸田文雄 为印太经济架构 IPEF揭牌 而每日的领袖 联合召开记者会 来看看最新的画面 被封为新债券天皇的 刚雷克语出惊人 但知名经济学家 罗奇也警告 美元地位确实受到挑战 70年代美元在全球外汇存底的占比超过八成 到了2021年第四季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却只剩下58% 创下25年来的新低 也难怪经济学家开始质疑 美元是不是风光不在 人民币开始质量 质量的质量 几个年纪 几个年纪 它质量的几乎 几个3%的 质量质量 但它们在质量质量 质量的质量 质量 更有其他质量质量 质量 日本元 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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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少 小质量质量 像 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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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月来受到恶务战火影响 虽然美元不断拍升 但专家认为美元走势可能已经到底 由于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 2021年第四季 美国经常仗赤字就高达2179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GDP的3.6% 美元难以避免贬值的命运 虽然美元走跌有助于出口贸易 但恐怕影响外资入驻 冲击到美国经济 全球商品市场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美元打喷嚏 全球都会跟着一起感冒 专家担心汇率波动影响到的层面 可能比想象中来的大 中国大陆俄罗斯等国家 这几年来都积极去美元化 就是要避免经济受到波动 但目前找到能取代美元的强势货币 并不容易 短期内美元发全还是难以动摇 即使是在40年来最高的通膨比率之下 美元货币指数跟疫情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显示目前美元市场还是相对安全 但预料各国还是会分散风险 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造成冲击 专家也呼吁美国金融管理机构 应该承担货币霸全国的责任 不能大量只债 靠着空心花的美元来维持市场的热度 否则将造成严重的浩劫 今天一遍新闻 纵后报答 确实美元的霸权地位会不会受到影响 可能也关乎拜登政府接下来提出的经济架构 以及究竟要如何隐隐通膨的作为了 不过现在美国还面临到另外一项危机 就是猴豆的疫情持续延伤 在英国已经有人传人 在美国也出现病例了 但是专家说目前猴豆 还是透过密切的肢体接触传播 不过为了防堵猴豆的大流行 美国已经赤资超过了1亿美金 购买了猴豆疫苗 而世界卫生组织也要扩大 对于猴豆这种传染病的监控 猴豆疫情烧尽奥地利与阿根廷 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0多个国家 都已经出现猴豆病例 这个原本以为只在西非国家陷宗的病毒 现在有医疗专家警告 英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人传人的状况 周年要出发去亚洲前 美国总统拜登也很担忧猴豆问题 因为美国在18号出现第一起病例后 纽约市也有疑似案例 为了避免再出现新冠疫情这样的状况 美国新闻周刊报导 政府仅停向丹麦疫苗公司下单 订购数百万剂的猴豆疫苗 金额超过1亿美金 医疗专家表示 非洲以外国家的病例 多数都是透过肢体等密切接触的模式传播 因此对于猴豆疫情的蔓延 需要提高注意 但不必过度紧张 已经出现四起病例的比例时 则是率先宣布 猴豆患者必须强制隔离21天 但因为有药物可以治疗 所以民众目前还不需要接种猴豆疫苗 只是一旦猴豆出现多条传播链 有可能产生变种病毒 世卫组织WHO决定扩大监测 并发布相关建议以遏止 猴豆大流行 TV新闻谈给你综合报导 好 被受各界期待的美日峰会 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亚洲行的第二站 现在即将要宣布两人峰会之后的 共同声明了 我们当中您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顶达会场 并且也摘下了口罩 准备要发表最新的演说 好 观众朋友 比起原定的时间 两位元首是稍晚了一点点出席 这一场记者会 而根据了事前日本媒体的掌握 这包含了日本 南韩 澳洲 还有纽西亚 菲律宾等新加坡等十个国家 预计都会参加IPEF 而IPEF的架构是针对电子商务在内的贸易领域 加强了供应链的基础试施 还有清洁能源 税收跟反摊等四大项目来立抗中国 这也挑动了大陆的敏感神经 而美国白宫的官顾问苏利文先请也表示 台湾目前是没有被列入印太经济架构的 不过美国正在寻求深化跟台湾的经济伙伴关系 也重申美方期望台海和平 也不乐见片面的改变现状 如果想要掌握记者会的最新内容 请您持续锁定TVBS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恢复实体举办了 不过国际局势跟两年前其实相当不同 有俄乌战争还有通膨以及疫情的因素干扰 所以场内场外他们就会如何来探讨这样的议题呢 交给特派记者崔崇群 尼嘉辉在达沃斯的报道 这里是欧洲最高城市海拔1560公尺的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 这一次达沃斯大变身 因为疫情中断两年半的世界经济论坛回来了 那么会场外有很多主题馆 那像我们看到的这最显眼的位置 就是乌克兰主题馆 以国家为单位 Ukraine House 那么所有的费用还有服务 都是由达沃斯社区免费提供 今年是乌克兰第四年回到这里 从乌克兰主题馆往前走 大约三分钟这里 过去一直是俄罗斯主题馆的位置 但今年他叫做俄罗斯战争犯罪主题馆 协办单位包括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和乌克兰外交部 主要目的是呈现乌克兰战争的事实 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有浓浓的政治味 场内场外 乌克兰让你绝对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乌克兰派出开战以来最大官方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 虽然总统泽伦斯基是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说 但有十几名乌克兰官员 仍会到达沃斯现场 另一方面 俄罗斯则是从哥巴契夫那个年代到现在 头一次没有任何官员 没有任何权贵 没有任何企业集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TVB的新闻崔仲群 尼佳辉瑞士达沃斯报道 确实全球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而乌克兰战争也已经进入第四个月了 还有全球都要面临的供应链问题 以及通货膨胀 彭博社就报道了 其实美国经济一年之内 恐怕会有衰退30%的风险 而接下来登场的经济论坛 会如何看待这些紧急议题呢 继续交给佳辉 通货膨胀不只是一个财经名词 通货膨胀真实的存在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以我自己每天生活来举例 像是去年加油加满一缸不到美金50 但是今年50块美金只够加三分之二缸的油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 从去年11月6.8%到7%到7.5% 一路到8.5% 虽然四月份比起三月份 首次下滑只有8.3% 但这仍然是40年以来的最高 五月中的时候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 汽油涨44% 机票涨了33% 就连二手车都涨了23% 鱼肉和鸡蛋涨了14% 牛奶涨了15% 这都是年增长率 世界经济论坛转发前美国财政部长桑莫斯的文章说 美国很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而这也是今年世界经济论坛要讨论的重点之一 我们刚刚提到所有的食衣住行都上涨 生活成本增加怎么办呢 这里省一点 那里扣一点 减少奢侈开销 娱乐开销也减少 这些都会对经济成长有所影响 先进国家最大问题是解决通货膨胀和避免经济衰退 但全球更迫切的危机是粮食短缺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FAO粮食价格指数显示 食品价格处于史上最高 已经进入第四个月的乌克兰战争 更让情况恶化 乌克兰南部濒临黑海的周边是农业区 被称作是世界的面包栏 保守估计三成以上乌克兰农作物 今年无法耕作 乌克兰加上俄罗斯两个国家小麦出口 占了全球三分之一 然后突然印度宣布停止小麦出口 专家警告全球小麦只能再撑10个星期 那么乌克兰不只是小麦 也是玉米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 另外要来看的是农业的成本增加 乌克兰战争爆发一个月 肥料涨了20% 跟一年前相比是增长了128% 这些成本都会反映在粮食食物价格上 接下来三天不管是先进国家 对于通膨和经济衰退的焦虑 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粮食危机的恐慌 都会在世界经济论坛有相关讨论 TVB的新闻催众群家辉在瑞士达沃斯的报道 好 确实哦 世界经济论坛除了有浓浓的政治味 同样如何解决现在的经济困境 也是各界关注的话题 今年的论坛主题包括了 疫后复苏 气候变迁 还有各国要加速实施利益相关者的资本主义 以及驾驭新科技 我们另外一组采访团队来听刘婷婷的解析 好 主要各位观众 TVB的采访团队来到瑞士达沃斯 采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论坛其实在22号已经正式开幕了 不过在今天23号则是所有的议程相关上开会 还有这些政界以及商界领袖之际的会晤 就会从今天23号一直进行到26号 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国际级的论坛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过去两年都必须停办 那原定今年在1月初重新办的这个论坛呢 当时同样也是因为欧姆红肆虐 所以呢原本是冬季的论坛 改为在现在春季的时候进行 那这也是首度呢 春季举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不过今年的焦点啊 真的非常的重要 当中当然就是恶乌战争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 在23号今天最重要的重头戏 也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会透过视讯演说的方式向现场来发表演说 而且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焦点 就是后疫情时代经济 以及各个方面的复苏问题 那其实像刚刚有提到 不管是像后疫情时代 还有包括战争相关的影响呢 当然也对于全球的供应链 以及全球粮食危机 都带来莫大的冲击 因此也是在今年的论坛上 也同样是关注了焦点 另外呢可以看到包括像是 中国大陆以及美国方面呢 都没有派出太高阶层的官员 但是呢可以看到 或许因为中美两大国 在这个博弈还有意见分歧的状况之下 或许两国在一些可以合作的议题上面 是不是感觉上呢 这个合作空间有一点小呢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今年啊他们倒是 个别倒是派出了气候变迁的特使来到现场 或许呢这两大国同样呢 也是在气候议题上面 或许是可以有个共通点以及共识的 所以可以看到呢 美方当然就派出了最后特使克里 那中国大陆方面也派出了气候大使 谢振华 他们就会在周日的时候一同进行会晤 当然也是各界非常关心的焦点 那TV採访队会持续为您在达沃斯掌握任何的最新情况主播 博婷婷在场内还有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是要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言 但同时这一次的达沃斯论坛却没有邀请俄罗斯的政要商人 这对大会的经费会造成缺口吗 还是这经济论坛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念给全球呢 继续交给婷婷 好主要像刚刚提到 的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的谈话 是这整场会议的重头戏 可以看到呢 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办方 从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就对外强调 他们呢是全力支持乌克兰 而且呢 也在这次的会议上面是完全没有邀请来自俄罗斯 不管是官方寡头或是企业的代表来到现场 那第一当然因为是俄罗斯的企业受到制裁 同样的呢 主办方也喊话一定要全力的支持乌克兰 所以可以看到在今年有别于上过去 常常看到俄罗斯的代表团访团来到现场 要知道俄罗斯其实过去都是在现场 代表团人数第三大的团体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今年是完全没有俄罗斯的人员出现在现场 当时呢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派出非常大的这个访团 包括像他们的国议员 以及像外交部长以及经济部长等等都会来到现场 不仅呢是会与与会者进行沟通 还有会护 通常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场边会议 有没有可能跟其他的国家领袖会有进行一对一 甚至多边相关的会谈都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而且可以看到包括北约的秘书长以及像是欧盟欧洲的相关领袖啊 国家援手也都会来到现场 像是立陶宛的总统德国的总理也都会来到这里 当然呢这些国家不管是像是立陶宛他实际上之前呢 他其实已经做了能源转型 而且到现在呢是已经喊出我们要扬赖俄罗斯的能源 那相对呢像是德国这个部分到现在 或许这个能源转型已经喊话出来了 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转型 所以可以看到呢那整个欧洲的国家 目前在这场论坛上面 他们所对外摆出的这个态度 非常明显的就是要利用这个论坛来声援以及支持乌克兰 但是他们的力道到底可以声援到底到哪个程度 到底到哪一些部分呢 当然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那其实像我们之前有采访了不少的乌克兰的国会议员 他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次的论坛来对外展现 也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可以继续给他们支持 也希望各国可以给他们提供军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要如何重建乌克兰 已经被俄军所炸毁的基础设施 这当中都是这次会议非常要关注的焦点主播 确实现在在日本备受关注的美日高峰会也正在举行会获记者会 而拜登抵达日本的第二天就到东京的皇居 会见了日本天皇的人 而随后拜登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之后 就会发表所谓的经济架构了 但是有日本的民众也跟着拜登如影随行抗议 他们的抗议诉求是认为这日本行会对亚太地区带来威胁 而另外一方面刚刚上任的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也会参加24号日本东京的四方安全会议 爱班尼斯誓言要摆脱气候行动后段班 并且要扭转自己的外交形象 拜登抵达日本第二天 一早就先前往皇居 与日本德仁天皇短暂的30分钟会面 接着马布廷迪来到赤板迎宾馆 欢迎仪式结束后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展开高峰会谈 虽然在东京公园还是出现了抗议民众 谴责美日联合要把日本推往战争 但面对亚洲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化 拜登此行除了加强与日本韩国的结盟合作关系 也将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 并且在东京展开四方安全会谈 最受瞩目的就是才刚新鲜出路的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他在宣誓就职后立刻动身飞往日本 面对中国大陆将军事势力深入南海 拜登要透过四方废谈 强化与日本、印度、澳洲 共同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 而现在我国同样面对的是共军的威胁 国军长久以来的战略都是距离彼岸 强化远程的打击能力 不过却也因此荒废了陆军炮兵的升级 国军现在使用的火炮大多都是二战时期的产品 原本要对美采购的新型帕拉丁字走炮 却因为产线排成交旗因此延宕了 无疑对陆军的战力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美国军援的M777榴弹炮大杀四方 成为乌克兰归附作战的重要利器 其他强大军火也陆续到位 德国军援的PZH2000自走炮 射程达到40公里 56秒内就可以发射18炮弹 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之一 从乌尔战争不难发现 陆地首饰作战 采用镖枪飞弹这类单兵反加武器 就绰绰有余 然而要收复尸土 终究得靠重型火炮 但尽头回到台湾 我们的炮兵武器却极度老旧 使用的火炮是主腹级 射击管制是父亲级 操作这些火炮的士兵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的陆军炮兵可以说 是三代同堂的这种诡异的现象 所以这些机械化步兵旅的 牵引出火炮 早就应该要去做台湾 那至于台湾的对象 其实比较适合的还是自走炮 还是自走炮 让它最起码可以 以跟云豹甲车 差不多的速度这样去推进 国军火炮大多是二战时期产物 不仅射程极短 标定速度极慢 而且自动化程度不足 得耗费大量人力操作 然而我国对美军购的M1-09A6 却因为产线排挤 必须延迟交货 美国陆军建议 可以买更先进的A7 但我们的后勤体系 却可能完全跟不上 M1-09A6它的车体 跟国军现有220几辆的M1-09A2 A5的车体是一样的 所以在维修作业上 它是有一致性 我们不用另外再重新建立维修线 可是M1-09A7的车体 跟我们国军现有的A5跟A2 是不一样的车体 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为了那少数 也许不到30辆的M1-09A7 我们还要在国内 重新开一个维修线 不论是摊岸尖敌 还是地面战斗支援 炮兵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面对共军高速抢摊的气垫船 国军又老又慢的传统火炮 几乎派不上用场 在陆地作战时 两军全尺交错 旧型火炮缺乏精准导引 也很难准确支援友军 现在对美军构的新型火炮 全面临交货延迟 旧型火炮短期内 恐怕得继续挑大梁 面对M1-09A6的延宕 美方除了建议采购A7 甚至还建议可以把原本的预算 改买更多套海马斯多管火箭 然而战术飞弹是成本较高的 远程精准打击 火炮则是大量廉价的 短程支援火力 两者战术定位完全不同 终究无法互相取代 我们当然都会觉得说 能够拒敌于境外是最好的 毕竟不要让敌人的军缺 踏上台湾的领土 这是最安全的选项 但是我们在做国防建军 在做准备的时候 你可能的话陆军火炮车辆这些 你都还是尽可能要去重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虽然是最后一道防线 但它也是第一道防线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 当敌人如果想要入侵台湾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计算说 它在海空截击之下 它有多少的单位 还有办法能够踏上台湾的土地 那这个时候它会面对 怎么样的台湾的地面部队 台湾国防资源有限 军事采购的确很难面面俱到 许多的取舍 也是在现实压力下 不得不的选择 TVBS新闻洪富华顾尚军 台北报道 而人为的排放持续危害地球 跟人类的健康 发表在刺鸽针上的最新研究显示 从2015年以来 每年全球有9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 凸显全球对抗污染的失败 虽然中低收入国家的传统污染有所降低 但是现代污染却从2000年开始增加了22% 这导致相互抵消 让死亡认数维持在同一个数字 而在美国更有团体发起了清理太号湖的活动 一年下来共清出了12.5吨的垃圾 最终这些废弃物都会提供给科学家研究 来了解塑胶等污染物对人体的威胁 七机车排放废弃 湖水面飘着垃圾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千万别因为这样就以为跟自己无关 根据发表在英国权威医学期刊 赤洛珍的最新研究显示 自2015年以来 全球每年都有9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 代表全球死亡每6人就有1人因此丧命 报告显示 在这900万例死亡数中 空气污染是最大杀手 占了75% 而令研究员感到担忧的是 由现代污染引发的死亡占比也越来越高 这之中有180万人死于有毒化学污染 光是千中毒就占了一半 专家解释这些潜污染源主要来自未被妥善回收的汽车电池和甲的香料 另外有度千的桃锅和铝制锅具经加热后也都会对身体有害不可轻忽 全球死于传统污染也就是室内炉灶燃烧产生的废弃 或是人和动物排泄物造成的水污染的人数正在下降 不过却和现代污染的增加想抵消 也加剧中低收入国的健康风险 目前科学家知道空气污染会引发多种呼吸和心脏疾病 不过对于其他污染物像是塑胶微粒对人体的影响了解人甚少 美国一群潜水志工花了一年的时间潜入太浩湖清理垃圾 除了为了守护环境也是为了研究目的 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这群志工从没缺席 从太浩湖的沿岸到湖底一年下来总共清出12.5吨的垃圾 从电器 废轮胎到绳索无奇不有 而这些最终都会被提供给科学家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的目标是抵抗研究和所有种类的污染 在上面和下面的沿岸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做 科学家曾估计各类污染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恐高达4.6兆美元 相当于全球GDP的6%以上 人类活动正加速改变地球样貌 危害万物生存也加重社会负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知名以及时代动荡 让台湾的历史与族群复杂多样 旅发的导演陈慧玲回到台湾耗时14年 拍摄纪录片给阿嬷的一封信 希望用艺术对抗遗忘 发起群像创作 要串联起岛屿的记忆碎片 为了要记忆你 我都回来高兴 每一村的土地 都是我们最上的所在 旅发导演陈慧玲回台悼念祖母 惊觉记忆缺口 她发起追寻 带领年轻世代用艺术创作抵抗遗忘 那创作形式有很多 可以是绘画 那也可以是摄影 那我们从一张脸开始练习器 陈慧玲请学生与长辈对话 绘制肖像画 回望家族故事 他就面临到对日抗战 他就被征兵过去当军人 他就直接在缅甸 大概12年 我爷爷在临死前 他跟我爸爸说 希望把他的骨灰把移到缅甸去 在对日抗战当中颠沛流离 异乡成了归宿 故土是战乱时的奢望 也可能是场梦魇 一般是台湾 冲击台湾 有战争 米 要去 一般 别的阿兵故事 所以 冲击台湾 都没有失败米 眼前 都不掉 想得都 就会这样做 满足贵 先猜独贵 十七岁时 远渡重阳 追求新生活 还在满洲国 当上公车司机 泛黄的驾照 是客架工收藏的青春 满足贵的 风险县的 加速一周 啊这个是 这是你了 只是好日子 过没多久 苏联大军就进军东北 这一段死里逃生的回忆 至今历历在目 不过台湾的战争记忆 并未止于1945年 我在台湾 到了这里来 我大哥被国民党枪毙 在大陆也不是人 在这里也不是人 我根本没有家 当年随大部队撤退来台 外省人的标签 却跟了下半辈子 勉强落地生根 和流离失所的痛 难以言传 就是可能我们在课本上 都有看到 什么就是他会用大屠杀 或者是之类的字眼带过去 可是如果你自己亲身去 访问的话 就可以得到更多细节 记录片给阿嬷的一封信 以年轻世代视角 重新爬出过往 透过不同族群间的记忆交流 擦拭模糊的岛屿岁月 原来在整个判决书里面 黄温公是被判15年 但是蒋介石在最后面 用红笔 黄温公死刑 鱼如泥 他抗他的阴 对不对 我没应该没落背 高雄陆竹牙医黄温公 1953年 因为涉入共产党活动招待 时任总统蒋中正 首遇改判死刑 小女儿黄春兰这一辈子 都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 直到57年后 以前送回去的两颗牙齿 可以说就是我的主持了 黄温公被枪决之前 连夜写下五奉遗书 2011年国家档案局 才将正本归还家属 但黄温公的妻子杨清莲 已在2009年去世 无缘收到丈夫亲笔信 我希望就是给外公信里面的这个群像创作 变成是一个像是炮砖影域一样 就是邀请各个年轻人一起来进行创作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出不同的群像作品 然后一起去描绘台湾这块土地 导演陈慧玲耗时14年 透过群像创作串接断裂的殖民历史 一万两千幅肖像画 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让那些被遗忘的记忆逐渐清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极端气候之下 全球的粮食生产受到严重的干扰 粮食进口果是游行冲冲 尤其国土有限 人却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问题也越来越棘手 使得植物工厂的效应再度扩大 新加坡甚至在大楼里头种稻 而且台湾很早开始也投入了这项产业 技术纯熟 从水质到光照时间 每一个环节都要仔细监控调整 种植叶菜但跟传统又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穿着无成衣的科技农服 就每一周就采一层 采完了过后我们会把上面的洗净过后 再把预好的苗就差不多两周这样把它移植上去 然后就进行栽培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达到就是稳定的量产 井丁梅株叶菜的生长进度 跳脱难以控制的大环境变因 波受剧烈天气 害虫等影响 植物工厂几乎成了能保证粮食供给的正向来源 有台湾植物工厂之父美称的台大教授方位也持续看好 那台湾在这一块是蛮强的 植物工厂的成本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会种都是高单价的作物 台湾脚步总在很前面 成熟的科技甚至成了国外参考范本 尤其随着土地使用渐缩 加上气候变迁的影响 粮食革命正在全球激烈发酵中 以国土极度有限的新加坡为例 竟能腾出百分之一国土为农地 百分之九十粮食都得要仰赖进口 积极未雨冲谋下 为提升粮食自给率就得想办法发展垂直农业 在大楼里测试研究种稻计划 已经在今年二月完成 粮食作物技术上可行 但是经济上不推荐 因为粮食作物它需要的生长时间比较长 植物长得也比较高 它需要的光量也比较强 譬如说它虚光量会是蜗具类三倍 植物的高度也会是蜗具类的三倍 再加上价格 它价格可能还没有我们蜗具的十分之一 所以比较起来 它是270倍的不利 所以你要我种粮食可以 但是除非外面的露天 都没办法种海水整个倒灌上来 或者怎么样 要种到台湾不是做不到 只是整体条件考量后 并不符合经济效益 而透过植物工厂立体化栽培 用最小的土地面积 生产最大量的种苗 与短期蔬菜 市场接受度是已经越来越高 在大卖场上面的成绩 在餐厅上的需求 我可以保证 就是每年都幾乎有10到15 接受程度 100个人应该有20个人知道 植物工厂在做 接受程度也是 越来越水涨船高 随着人口持续增加 糧食却没有跟着成长 用植物工厂技术超前部署 在科技的加持下 人类正试图为未来生存 争取更多空间 体育新闻中的荣成文 月台北采访报道